日月潭温德姆酒店 它是2024年6月份才开幕的 新的饭店 也是现在日月潭最新的国际酒店 1107到了 OK 来 我今晚的住宿在日月潭的温德姆酒店 用部分这是大家最关心的 它的官网牌价好像是2万多 嗨大家好 我是Sunn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 今天Sunny呢吗 这集呢要带大家出游 现在Sunny人在车上 要开车往南部开 那会带大家到日月潭 这集呢会分成上集跟下集 上集呢会开下一家 现在日月潭最新的国际酒店 也就是Sunny这次要住的酒店 下一集呢会介绍比较有点类似Velok 会介绍这一趟的日月潭呢 Sunny吃的哪些都 从新竹一直吃到日月潭 尤其Sunny住的地方离伊达少老街很近 会介绍伊达少老街呢 会必吃的四样美食 Sunny呢这次要住的是日月潭温德姆酒店 它是2024年6月份才开幕的 距离现在大概两个月 很新的饭店 也是现在日月潭呢最新的国际酒店 那这家饭店有什么特色呢 个人觉得它最大的特色呢 是每个房间都有温泉 是碳酸氢钠的温泉水 虽然是夏天 可是我觉得你不要弄太热 这样泡着也是很舒服的 那冬天呢当然也是更棒 那它们里面也有游泳池 还有三温暖这些都是必备的 因为它的地理环境非常好 它距离伊达少老街呢 大概走路三分钟就可以到了 那距离码头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到 所以我觉得它的地点非常好 下集会介绍新竹的 因为我吃过大概两次吧 我觉得非常好吃 所以我特定要这次要来拍 介绍给大家 今年呢得了500排 会介绍日月潭伊达少必吃的四样美食 那如果你有兴趣呢 记得订阅我频道 好我现在要赶快开车了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频道呢 记得订阅今天Sunny的吗 那喜欢我影片也记得 帮我按个赞分享 当然最重要呢就是要开启 叹叹小铃铛咯 你才不会错过 Sunny每周六的影片上架 就开始出发啦 走吧 温德姆酒店到了 这可是日月潭第一家国际品牌酒店哦 温德姆集团在全球95个国家和地区 旗下有25个品牌 在台湾与莉莉集团合作 所以正确的名称是 日月潭莉莉温德姆温泉酒店 总共有203间客房 楼高13层 来这边就是办理入住的地方 走进来一点呢 则是休闲喝饮料的地方就是这里 晚上呢就变成酒吧 除了这里酒吧外 三楼这里也有一个运动吧 那边还有冰桌球 手足球 撞球 这里是健身房 这个呢 是为VIP客户打造的空中花园 坐在这里超级浪漫的 我们现在呢 就来坐电梯上楼吧 好 我们现在进来电梯 我们今天坐的是11楼 这个要刷一下卡 11楼 5楼是水疗中心 3楼是游泳池 或者是健身房 2楼呢 就是大厅 酒吧 吃饭的地方早餐啊 用餐时期都在1楼 那这边游泳池啊 健身房都是早上7点到晚 9点11楼到了 这个是1107 好走进来 1107到了 我今晚的住宿在日夜坛的温德姆酒店 首先呢一进来呢 这边是淋浴的地方 来进来 淋浴的地方 这浴缸 这边有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应该是冷泉吧 然后这边浴缸 它们的特色就是 每一个房间都有独立的浴缸 是碳酸氢钠泉 那这边就是 你看满满的海洋风 背瓶都在这里 还有大白沙 背瓶很齐全 乳液 这个是漱口水 好 来看它的 厕所 这边 那也是免制马桶 非常好 再来 来来来来 这边放行李的 这边有个老厨桌 再来呢 是个独立的客厅 电视 你看 它还把我的名字打上去 很贴心 这边那是一大床 它的床很大 应该是TING SIZE的 好棒喔 然后一个沙发 马上就可以在那边吃 我买的乳味啦 耶 打开了 这个 我们在床这边 难道这是电动的吗 快点强 对 电动的 慢慢慢慢的打开 看看它的景色是不是 只有一部分 新的饭店 从我check in 之后到现在 我目前来看 他们的服务人员 都还蛮不错 蛮有礼貌 而且都还有一定的水准 这个叫员工训练的还不错 费用部分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 它的官网牌价好像是2万多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用鱼盏来买 鱼盏他们有联合套票 因为它是莉莉集团旗下的 莉莉集团有很多饭店 那这边的话是一碗三张 一张是3300 那9900 那今天为你开箱这个 在硬体方面 大家不知道还喜欢吗 很清爽明亮 再来 哦对 我忘了讲 这边的水果是免费的 我们来开一下冰箱 冰箱也很重要 冰箱的饮品 也是免费的 有6罐饮料 这边也是不用钱的 免费的 OK 刚刚那一间呢 是没有阳台 我现在呢 要来换一个格局 是有阳台的 首先进来呢 所边呢是个浴缸 那它这浴缸呢 就只有一个 不像刚刚有两个 那淋浴的地方 就直接在这边 洗澡 煎 泡汤 有阳台的 房间内呢 就比较小一点 洗手的地方在外面 这边有一个小书桌 有一个小客厅 好 那我们进来看一下阳台 这边的椅子 坐在这边 如果要看糊 在左边 这边的房间 没有直接面糊的 如果说你想要直接面糊的 我觉得就是你要选择 寒碧楼或者是云品 那这边一半 有一点侧边 靠近山区 坐在这边看 这边是大众汤 对 那我们这边都会有一些 就是可以让你梳洗的工具 可以用书 这边有烤箱 还有蒸汽 那有淋浴间 那有淋浴间 那身内室外淋浸都有 总共有四个食 那是高温 中温 冷气 那我们女生是做一个常温期 那这个是最烫的 那这些都是温厨的 好 好 男汤跟女汤 这个不需要先预约 只要进来 就可以 嗯 我们这有三个泳池 这边的话是水疗池 它水深是85公分 这两个池都是温水 32到34之间 这边水深30公分 前面那边的话是成年池 它的长度是20公尺 寬宽是5公尺 水深是120公分 然后是长模拟 明天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9点 那我们最后入场时间是晚上8点半 我给你毛巾 然后要更衣室 除了房间舒服外 我觉得最棒的就是早餐了 可以吃到12点 所以睡饱一点再来吃 当早午餐就是要吃好吃满 还可以拿牌子到餐区点 欧姆蛋 会用机器人餐车送来 你看 就是直接这样送到我们桌子前面 超吸睛的 不要看只是早餐而已哦 食物非常丰盛 除了当地特色金光米粉外 也有不计成本的淡菜 螃蟹粥 海鲜粥 众多选择的中西式餐点 琳琅满目 海鲜啊 凉面 豆浆 牛奶果汁等饮料 也是应有尽有 早餐 我觉得真的是很物超所值 我不知道韩碧楼跟云平早餐如何 如果这里房间景观没有他们墙 但房间舒适度跟早餐 还有游乐都是挺好的 有住过韩碧楼跟云平的朋友们 你觉得这样的早餐 跟房间会吸引你吗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 让想去日月潭的朋友 可以作为参考哦 就慢慢欣赏 这边的早餐吧 早餐 晚安 晚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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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